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Ned 俊琪 Hello 大家好 这次很难得,因为只有你一个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呢?因为你弹肥 因为It's time to fly 因为俊琪最新推出了个人的弹曲 所以我们稍后就会讲一下你的新歌 但是我们由第一次见你 是不是一年前呢? 差不多一年前 应该一直经历到现在 变成一个单飞的歌手的身份 整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其实首先我参加了《全民造星》 之后就有幸地和四位队员成了Straith 但是慢慢就发现原来自己也想多试 所以就决定要挑战自己 决定要做自己的音乐 所以就引致到我出了《time to fly》这个歌 是的,中间就经历了班长例 又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心态上有没有改变呢? 因为其实最大的改变 我觉得应该不再是新人 单飞是新人 组合就不是新人 有没有不同了? 其实我也是抱着这个心态 就是不可以用夸锅去夸死自己 而且一定要去试 勇于去试 还有就是要抱着这个要继续努力的心态 因为其实很多事情 即使我团体上不再是一个新人 虽然自己也是一个新人 但是有很多事情不是已经知道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要慢慢去探索 慢慢去学 所以其实我这个心态就是consistent 就是一直抱着这个心态 所以我没有说他有什么很大的改变 心态上 但是就会更加勇于去放胆 让他自己去表现 OK 那单飞就没有了四个同伴在身边了 怎么办? 或者你觉得那件事 很孤单的 不是 因为我最大感触的时候 就是我录音的时候 因为其实很好笑 因为我录音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 第一次是进入一个大型的studio 录的 因为我们之前的传歌比较 家居一些 就是HOME Studio 就是第一首歌就是在SCHIMAKER的studio 但是始终那个形式大很多 因为TMark的studio 哇 我一进去 哇 但是当我的歌真的很难唱 我就会想起我的队员 啊 为什么我要过军作战 因为以前五个人录一首歌 以及自己一个人录一首歌 还有这么高难度的歌 这件事真的非常不容易 我那时候就会觉得 原来有队员真的很开心 因为有困难 或者自己叫做 自己卡住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队员去帮你互相扶持 或者互相鼓励 但是在单飞的这个过程 譬如创作等等 有没有去和你的队员聊一下 或者有没有给他们听一下你的歌 有啊 有啊 其实这首歌一开始 就是因为我和CK说 我想做自己的歌 我们就有一次坐下聊天 我和他说了 其实我想歌 他慢慢引导我 我想说些什么 透过这首歌 我要找你自己想 对啊 因为他本身是音乐创作的 所以他知道如何去队员我 他就提议了 我说完我的故事 他就跟我提议了 不如你试下用蝴蝶做你的立本 去到一路慢慢我去做的这首歌的过程 我有展示了 我也有给我们队员听的 嗯嗯 就是问一下他们感觉如何 就是 就是问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idea 有什么意见可以做 所以 尤其是我有给CK听 因为他参与我们本身团的 音乐创作 音乐创作 我觉得as他的经验 他可以给多一些很宝贵的建议 OK 这次我们就见到MV里面 甚至乎你的装束上面 都很多蝴蝶 因为time to fly 那蝴蝶本身是否很inspire你 或者很喜欢的一件事呢 我本身是很喜欢蝴蝶 因为我觉得它很漂亮 所以我自己的家里 可能很多accessory上面都有蝴蝶 还有我觉得蝴蝶 这件事就是他本身有一只毛毛虫 破肩而出 去到慢慢成长 他要剪辞高费 他变成了一只蝴蝶 那我就觉得 好像这个故事都挺贴詞 如果我想说的故事 就是说 本身我一开始是作为一个素人 就是刚刚新人接触这个圈子 但是慢慢去到后面 我发觉我看得多了 我发现了其实 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是ahead of me 所以我就想像蝴蝶那样 漂亮的飞 向着我的目标飞 蝴蝶又无无从 破肩到变成蝴蝶 中间都经历一些困难或者痛苦 你自己呢? 我自己? 又不可以说是痛苦 但是一定是成长的经历 其实都去到 叫做 戴回去我以前 我小时候 都有去不同地方表演 但是慢慢由一些 譬如我去表演 然后参加比赛 去到组团 这些一步一步的经历 其实就是 塑造了去到现在的我 所以我就选择在现在这个时候飞 但是我会不会觉得痛苦 当中一定困难就有了 譬如很辛苦 因为始终要自己做 但是我又觉得这些是 就是 宝贵的经验 是一些课堂来的 我又觉得想起 他是不是真的会 辛苦到觉得很挣扎 就是我觉得 既然是因为我想做的 就是 有青春就可以大力去 互相突然 那好了 说下这首歌吧 不如今次是T Ma 你自己 Claudia和Oscar 合作 那说一下 怎样生这孩子 生这个孩子 就是 因为刚刚叱咤愿座 我就 透过一些不同的 方式和介绍 引领我去到 T Ma和Oscar 為何我一開始呢,我會跟T媽聯絡 她有一天就跟我說,其實我明天有個songwriting session 你可以來,然後我去到就,哇,首先哇,她的studio真的是哇 很專業,然後我去到進去,Claudia也坐在那裡 因為他們現在都有恆常寫歌的 然後我慢慢看著T媽弄了一些beat,弄了一個底子出來 然後Claudia就哼哼哼哼哼,然後就弄了一個melody出來 我的貢獻就是,真的要很願意去跟她說 其實我想這首歌是什麼感覺,還有我想這首歌帶出的是什麼感覺 譬如可能在melody上面,其實我想可能是這個方向走的 就是我對比之前,就是Straise我沒有那麼多在這個音樂創作上 但是到了今次,我叫做有機會去嘗試去做自己屬於自己的音樂 然後至於遲的方面,也是因為介紹,找到Oscar 我就跟她說,因為其實Claudia、T媽和Oscar他們都合作得很一次 對,很多合作無間 然後她就說,哇,又是Oscar,我跟他們說很好笑 他們就是這樣,然後就做一個很有趣的班底 然後我就跟Oscar說,我是想透過這首歌,想帶出這個什麼故事 有什麼情緒 然後很快很快她就給了一個詞 我一看那個詞,完全就是 她把我所有想說的故事、經歷和感受都放在這個詞裡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都是,就是看了歌曲的時候其實很順利 而且我覺得本身Oscar和T媽他們的合作無間 其實都令到整件事更加特心應手,多一點 那你會不會想說,譬如你自己的音樂和Straise可能是 我想要比較不同一點的 或者你會覺得,可能我做一些比較相似的音樂 我就會比較,又是那句,特心應手一點 其實是這樣的,為什麼我會 其中一個原因是我想有自己的音樂 就是因為我想給大家多面一點的自己 可能譬如Straise,因為你知道我們那團 其他隊員比較帥氣一點點,酷一點點 就是我們第一首歌Straise,比較黑暗一點點 Margherita也算是他們的突破 反而就近你多一點 對,就近我多一點 但是可能譬如在一些團做不到的風格 我就會想是自己的solo project可以做到 我這首歌曲的曲風比較有一點混合 K-pop再加歐美一點點 但是可能這些風格一定不會在我們團裏出現 因為他們一定是樂隊,一定是說不 我要說他們的Margherita已經想死了 但是我覺得Margherita很好,我很開心 很好,但是他們是很開心 他們說了很多次,為什麼我要做到 為什麼我要做到,為什麼我要做到 因為我想做 所以你在自己的音樂裏也想玩到一些比較特別的 或者在團裏未必會做到的事情 好,MV呢? 這次我知道你拍的時候也有點辛苦 好像是吧? 嘩,馬上反眼 馬上冷一冷 那也是早一點拍的嗎? 不是 什麼月份拍? 2月 2月也很冷 很冷的 我在大莫山那件很少的布袋 直衣服是我的造星好朋友 Kamela for me 我連Margherita也有用 我看到,也是她做的 但是她真的很少,最大老輩 我冬的那個人是紫色的 是紫色的,真的紫色的 大家可以走過來問我 你沒事吧 因為真的很冷 但是我又覺得 其實我有擔心拍出來是否漂亮 但是看上去都不會看到我特別自己都很難看 你有沒有在那些衣服裏面放一些暖包 我像暖包都沒有用 是感受不到暖包的暖 因為太冷了 我還要是短裙 所以真的是為了這首歌 為藝術犧牲 我就是犧牲自己的身體 沒事,效果好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出來漂亮 是的,你自己的歌之後 其實我知道你們同時都準備著 可能有些 upcoming 的事情 可以透露一點嗎 透露一點 我看你們的 press release 是有些可以說的 是的 我們正在做下一首拍台的歌 希望可以在我們出道一周年的時候 可以唱給大家 這首歌其實就是我們之前有說的 就是插隊的 因為本來不應該是Margarita的出現 是應該是這首歌的 但是這首歌擺在我們出道一周年出 其實會意義更加重大 因為其實他說就是 每個人相遇的機率其實很少 但我們五個可以組成到 即是相遇到 去做這件事 我們還可以 即是五個女生抱著一個相同的夢想 去做這首歌 就是希望 按時出到 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你們這麼勤力一定可以的 好了 問問問你 在這個過程上 你的最大的支持者是誰呢? 最支持你的人 可以有家人、朋友 其實大家都很支持 即是每一個製作單位都很支持 首先是我的隊員 一定 因為大家的經歷都很相似 所以大家會更加明白大家 即是當我們坐下來去談的時候 我們大家的困難的想法其實都很相似 但因為他們更加明白我就會知道 怎樣去開解我 或者就是我本身的團隊 即是我們的幕後團隊 因為都知道我其實還在上學 然後其實都忙 所以大家一定要互相去走 都很疼我 大家不想我這麼辛苦 還有就是家人 即是他們都支持的 即是如果他們不支持 就不會讓我組成stress 所以其實都很感恩 即是在這條路上面 即是我還是很新 但什麼都不太懂 但他們都會 即使可能物質上支持不到的 他們都會可能心靈上不支持 嗯非常好 我覺得在這條路上面是很 即是因為那個過程真的很困難 或者很多事情要克服 很多事情要處理 你身邊的人的每一份愛都是很重要 嗯 這份愛就是Anette送給我的 對呀 不是很妒忌 但我特意在鏡頭面前才拆 這個是一個什麼來的 其實是一個扣針來的 對 讓我先拆你看一下 我的手比較遲鈍 欸行了 看看有什麼在裡面 其實呢 有一隻蝴蝶 就是要討論回我的 我首歌的主題 哇 有一個字就是fly 即是它有少許定 啊OKOK 這樣可以嗎 就叫做 適不適合我 男士都OK嗎 適合的OK 男女燈容 我覺得適合在外套上面 它挺一點就很好看 是 讓我回去試一下 然後我扣了 打了卡之後 我就tack我 我記得tack我 我記得tack我 還有hashtag time to fly nice OK 好啦 大家記得要在各大音樂頻道 以及youtube看MV 聽歌等等 我們也期待著Straise的新歌 也繼續聽這首time to fly 那我們就time to fly O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對 我們下次再見